这豆腐呀不要老凉拌和炖着吃了 今天我教大家一个新的吃法 保证你没有吃过 首先把王寡妇给我的一块豆腐抓成碎末 加入一大勺葱花 一勺火腿粒 一勺胡萝卜粒增加营养 少许的小末香油 一小勺食盐 一小勺鸡粉 再加入一勺胡椒粉 最后加入一勺生抽酱油 用手给它抓拌均匀 抓拌均匀以后打入两个公鸡蛋 用筷子把鸡蛋和豆腐 搅拌均匀 再加入一勺面粉 半勺的玉米淀粉 用手再次抓拌均匀 多抓一会儿 抓得有劲的时候 然后用手给它团成小丸子 团成像视频这样大小就可以了 然后电饼铛刷上一层食用油 放入团好的豆腐 然后把豆腐用勺子按牙成饼 全部牙成饼盖盖煎两分钟 视频放在这儿 老弟又出来露脸了 老弟每天更新一道 在家简单一度的美食 就希望家人能够点个小爱心 和一个免费的关注支持一下 老弟谢谢您了 老弟在这里祝您 多挣钱少成绩 心想事生 万事如意 时间到 打开盖子 咱们把豆腐饼再翻一下面 再煎制两分钟 这个时候呀 豆腐就煎好了 满屋飘香 看有没有食欲 这豆腐呀 以后在家像我这样做 大人和孩子都抢着吃 这最后呀 还是那句话 您关注我 做菜的时候才能找到我 关注一下 看更多精彩内容